都说中式恐怖才是真正的恐怖 正史业史诗歌典籍民间传说 都展现了中华历史最诡异独特的一面 直到现在 各种内人毛骨悚然的事件 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上演 从古至今 各种野人怪物的传说层出不穷 到了现代 城市开发程度比较高 荒山野岭去的人也比较少 所以一些偏僻的公路 就成了各路怪兽被目击到的常见地点 话说2014年 北京海电区一家网络公司 有一名视频编辑 主要负责猎奇灵异类的新闻视频 因此他每天都会去搜集很多相关的视频资料 大概10月份的时候 这名编辑从一个网友那里 买来了一段据说极其诡异的警方视频资料 而那个网友非常的神秘 交易前只是截图给编辑看了很短的一段 所以编辑的心里其实很忐忑 害怕对方是个故弄玄西的骗子 当晚他在家中 将那个网友拷贝过来的视频插入了电脑 据说这是一段高速车祸现场的视频 当时一辆家用轿车撞到路边的护栏 侧翻在了高速公路上 然而警方并未在车内发现驾驶员的踪影 接着一串串血迹将他们引到了公路边一个荒废的坟地 可车上的人始终没有找到 不过交警们根据沿路流淌的大量血迹分析 驾驶员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可能 随后警方对车内的物品进行检查 终于发现了一个唯一能还原车祸真相的东西 那就是行车记录仪 它并未随着车祸被损坏 而如今编辑得到的 正是这个行车记录仪所录制下来的内容 根据视频显示 车主从海淀区内的一个小区出发一路行驶 但编辑知道 在拥挤的城市里并没有什么异常 也急于看到最关键的内容 所以便把前面的一段全部跳过 直接拉到了车主行至郊区 准备开上高速公路的那一段 当时天已经黑了下来 高速公路上没有路灯 光线并不好 可还是可以看出 车主在开了十分钟左右时 路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那东西很像是人 但双眼却是绝红色的冒着光 速度很快地爬到了公路的中间 而此时 车主显然是看到了这个可怕的东西 但事发突然来不及刹车 而那个东西不但没有躲避 反而直接向轿车涂了过来 强大的惯性 加上那个东西极快的速度 使车辆的前挡风玻璃瞬间就破碎了 而从视频里可以看出 车辆在惯性的驱使下 继续向前冲了一段距离 紧接着 由于车主猛打方向盘 发生了侧翻 向路边一棵粗壮的松树撞了过去 而发生撞击后 车辆停了下来 接着 视频在这个状态下 保持了一分多钟 只是有些轻微的晃动 但突然 那个怪物再一次出现了 这次 他拖着已经不知是昏迷 还是死亡的驾驶员 走向了路边的草丛 很快便越过了栏杆 消失了 路上只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迹 此时 看完了整段视频 编辑到回了怪物出现的地方 努力放大 慢放 定格 都没有发现任何人为剪辑或伪造的痕迹 于是 他不禁陷入了沉思 这份工作 已经做了快一年 见过各种离奇诡异的视频和报道 但这段影像 带来的冲击 却是最大的 紧接着 编辑又搜了一下其他类似的新闻 发现世界各地 都有人目击到或者拍到过 公路上的这种怪物 只是形态上存在不同 随后 编辑绞尽脑汁 思考怎样才能通过严格的审查 把这段视频成功的上传网站 最后 他认为 或许只有把真新闻变成假新闻 以网友自拍制作视频的方式 才能让他与大家见面 但他的心里非常的清楚 这个世界上 真的存在那些 不为人知的神秘生物 比如布雷路怪兽 就是一只首次报道于 20世纪80年代 在美国威斯康辛州 一条乡村道路上 目击到的怪物 据说 它是像狼人一样 毛茸茸的两族生物 可以直立行走 当时专家们推测 该生物可能是某种未被发现的野生犬类 或者只是一个恶作剧 是有人企图用正常生物制造出虚构的幻象 然而就在大家开始怀疑怪兽之说的真实性时 一部影像的横空出世 又掀起了渲染大波 根据贴在盒子上的标示 它被称为盖博影片 该影片的记录时间是20世纪70年代 影片开始的时候 显示的是和睦家庭的样子 孩子骑着雪地摩托车 大人骑着他的卡车 然而就在接近结尾时 拍摄者进入了一辆车 在车上使用的远程录像设备中 发现宁英的路上有个怪物 他停下车拿着相机跑去查看 竟然真的发现了一只庞然大物 只见生物突然跑向了拍摄者 而这个人试图逃跑 却只见镜头掉在了地上 发出了沙沙沙的声音 还简短地拍到了怪兽的獠牙 而在第二段影像中 展示的是警方发现和调查 第一部影片拍摄者的尸体 警方把摄像机移动到检验人员的身影上 从画面上能看出被攻击的拍摄者 已经被撕成了两半 这部影片中的两段录像 将布雷鹿怪兽的言论推向了高潮 目前这个名称的流传 已经超出了其兮兮的范围 其他两种未知生物的描述 都具有相似的特征 至于真与假 大家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这个名称是品牌的